为什么越来越多40岁的女人仍然有很多人追? 在传统观念中,女人到了40岁就没多少魅力的 但是在生活中却发现,现代女性对于年龄似乎并不介意 而也有很多40岁左右的女人被年轻男人或同年龄男人追求的经历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岁月的洗力让它变得更有味道 不得不说有些女人虽然年龄变大了,容貌没有过去那样鲜嫩 但是这样的女人却更有味道,因为她们经历的多了 自身就会培养出一种独特的妻子 有些年轻的小姑娘虽然很惊艳,但是却不耐看 而有些女人虽然看起来并不是仙能多知的青春 却依然散发着女人味,魅力经久不衰 即使年过世时,女人也有自己的美 而这种经过岁月沉淀的美,恰恰是年轻女人不具备的 2. 独立的人格让她更受尊重 许多女人都不知道,在男人心中 其实自己的魅力和人格是息息相关的 有许多40岁依然有人撩的女人 大部分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独立 因为独立的人格,所以更受尊重 她们不会想着把幸福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 而是更在意自身的发展 这会让男人对她们更感兴趣 3. 成熟,更懂得如何去生活 女人到了40岁依然有人追,本质上并不是靠美貌 美貌本身也是到了年龄就会衰减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女人身上必然有着男人渴望的特质 而成熟懂得去如何生活,其实是大部分男人最为看重的一点 年轻的小姑娘只知道浪漫,活得不够现实 而中年女人经历了岁月和生活的洗礼 往往更懂得生活的真理 不是花钱掠下,而是柴米油盐 成熟的女人自有成熟女人的美好 就像是一本书,一道风景 等待男人去发现其中的奥妙 小姑娘们去发现其中的奥妙